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另外关于形而上的这个定义的来源 在西方的亚里斯多德 他以英文,我们现在英文字啊 形而上 叫metaphysics 你们内心理学大概知道meta是所谓的后世 这个字是物理学 如果照字面来翻译叫做物理之后 物理之后呢,这个字就是英文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 有关亚里斯多德这本书已经有中文法律 那英文的这句话怎么来呢 那是因为亚里斯多德的诅咒啊 那个语诗了之后 后来有人找到了就把它编 那编完了之后呢 有一册叫物理学 那物理学后面那一册呢 没有名称 那没有名称呢 那个编者就把它叫做什么 meta是希腊文 meta是在什么后面 那就把它叫metaphysics 也就是在物理学之后的那一篇那一章 那一册啦,应该是那一册书 而那一册书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所谈的行而上 行而上学 所以这边所谓的物理之后呢 显然物理代表的是行而下 物理这边的意思呢是行而下 那行而下的后面呢是行而上 物理之后在metaphysics 这个字你不要换做后摄物理学 你换做后摄物理学 写物理的人看不懂 那我们其他人也看不懂 后摄,这就是行而上学 就是说在这时候的物理 你要把它理解为行而下 然后呢,行而下的背后是行而上 OK,我们还是用比较具体的名词来解释 有关行而下还有很多的名称 一个叫现象界 一个叫本体界 这两个对比哦 这两个对比哦 这两个对比有时间上的反应 也就是说现象界呢 代表的是暂时的 那本体界代表是什么 用盆的意思 在时间上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暂时的意思 因为现象是变动物理的 好吧,我们再用一个 各位可能比较听过的名词 来教会理 各位在听过红尘 红尘是哪一个宗教的说法 佛教 那红尘是佛教说,红尘是虚幻的 那请问红尘是指行而上还是行而下 或者我先不要管理这个 跟红尘对对应的观念是什么 不管他是行而上行而下嘛 如果他是行而上一定有一种名字是行而下 如果他是行而下也有名字是行而上 那对应的观念是什么呢 各位听过吧 他是行而下吧 红尘是行而下 他的对应的行而上概念是 我们说佛习那些啊 你修养到后来就可以记得什么境界 啊 关系没有错,但是他有专门名字 印度文 印度的泛文 還有两个人的唱这种歌 Niavana 都是泛文 我给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这时候比较奇怪 照道理我们刚说啦 行而下是要具体个别的现象 是现象界 没有错,红尘是现象界 但是佛教因为呢 他要人们出家 所以他告诉我们 任何具体的事物都会消失 各位接不接受 具体的事物都会消失 我看这栋房子大概过五十年后 你们要回来看也未必看得到 921之后呢 昨天921 连那个山都会被移动 所以佛教他要我们摆脱心而下的居办 因为他认为要出家 要追求涅槃境界 他反而认为红尘的那些业障 或者是那些都要割舍 能够割舍才能够进入涅槃境界 所以佛教所界定的红尘是心而下 不过他把他认为那个是虚幻 可能对你们年轻人很难接受 你们正是人生美好时光 要追求爱情有情 爱情定有情 要把他告诉你说这些都是虚幻 你不一定要同意 但是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 再来这位民众的 在敬礼的名词 新闻下一个叫做经验界 新闻上是理智界 这是英文的翻译 这个名字是Incollectual 新闻上是美学的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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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涅槃境界的话 那涅槃在哪里 或者说你得到佛习 那个佛习在哪里 佛习显然是个人的感受 所以佛习就在你心里 行而上在哪里 行而上就在你心里 也就是说我们人同时活在 行而上跟行而下 我们的肉身属于行而下 我们的心灵境界是行而上 所以这个所谓经验界的经验 就是说凡是你感官经验 所能够接触到的境界 就叫经验界 你的五官你可以摸到听到 我们当然都是经验界 那理智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用我们的理智 所创造出来的境界 而这个理智界在哲学上 有的哲学家他更明确的 更明确的把它 还有更详细的说法 有先验 还有超越 超越经验 超越经验 大概解释一下 比如说 先验我们的以后在什么 超越就是 所谓超越 像康德拉就认为 神或者上帝的存在 那是超越 那是超越经验 就是说我们没有人 真的看到神在你前面 那是用超越我们经验界的存在 就是说行而上 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情 你看康德他就有分别区格 什么叫先验 什么叫超越 那个比较专业的 那个比较专业的名称是不行的 这个是Transcendental 这个是Transcendent 比如说理智界呢 基本上是人们的心灵所创造出来的境界 那经验界呢 就是行而下 所以行而下是具体的 因为你摸得到 看得到的都是行而下 那看不到的 推论出来的 全部是行而上 就是说有没有上帝存在 有没有神存在 或者抽象的那些公平 或者是道德 恐怕都是什么 行而上 你个人的理想都是行而上 这是他会解释很多的现象 我们还要再等下去 不过先暂停一下 对这样的分类 有没有问题 如果这个搞不清楚的话 就扶不下去了 有没有补充 因为我们讲最后一个